一张神奇的曲谱 只要弹错就会失去双手 今天为大家带来奇幻故事 为道立女孩弹奏的曲子 玉泰是一个失忆的钢琴学子 因为记忆不够超群 而无法成为钢琴大师 就在他苦恼的时候 他在读书馆发现一张曲谱 这张曲谱被称为无人能听到的曲子 而且绝对不能够弹奏 因为一旦弹错就会失去双手 1921年某个钢琴家因为弹错这张曲谱 被天花板的灯掉落砸中失去双手 听起来似乎很玄乎 这也引起了玉泰的好奇 他决定在放弃钢琴之前 冒险弹奏一下这首曲子 当他按下第一个琴键的时候 神奇的事发生了 所有的事物全部静止了 闹钟不再摆动 雨滴也停止了下坠 人们全部被钉在了原地 原来这就是人们听不到这首曲子的原因 都被钉住了 当然就听不到了 玉泰谨慎的按照曲谱弹奏了一遍 当最后一个琴键音消失后 时间又开始转动 他把这件事告诉给好友龚腾 但龚腾并不相信 他还打趣的说 如果传闻是真的 那他真想让吉野弹一下这首曲子 因为吉野仗着有几分天赋 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说曹操 曹操就道 吉野从身后走了过来 龚腾吓了一跳打翻了茶杯 玉泰赶紧去捡 龚腾趁他不注意拿走了 夹在书页里的曲谱 不久后 琴房传来一声惨叫 打开门一看 竟是双手受伤的龚腾 玉泰一看到 摆在钢琴上的琴谱 就明白了一切 玉泰认为是自己害了龚腾 龚腾反而笑着安慰他 反正也成为不了钢琴家 就此解脱也挺好的 玉泰跟吉野说 龚腾可能弹不了钢琴了 谁知吉野一听毫不在乎的说道 是吗 真羡慕他 这在玉泰看来无异于嘲讽 明明龚腾一直在为钢琴而努力 于是他生气的要求吉野道歉 但吉野没理他直接离开了 之后玉泰去参加了一个 著名钢琴学院的面试 但是因为太过紧张 导致发挥失常 就在他离开考场的时候 发现原来吉野也参加了面试 吉野走到钢琴前 从容的弹了起来 优雅的气质 加上高超的执法 看得玉泰十分羡慕 他心想啊 自己一定选不上了 于是失落的离开了考场 他决定最后再弹一次 那首曲谱 可是当他摁下琴键后 看到了令他震惊的一幕 吉野竟然倒吊在窗前 这时吉野突然开口跟他说话 原来吉野从小就被母亲严格要求 一直不停的练习钢琴 失去了除钢琴以外的一切 这让他十分痛苦 他觉得只要逃离了钢琴 自己呢就能获得新生 可是他除了钢琴一无所有了 于是他中途从考场离开 一时冲动跳下来楼 于泰这才明白 吉野为什么说羡慕功疼 眼看曲子就要弹完了 玉泰心急如焚 只要弹奏一结束呢 吉野就会掉下去 他该怎么救吉野 就在曲子结束的时候 吉野继续往下坠落 玉泰急忙从头开始弹奏 一边弹一边说自己是如何的羡慕 吉野的天赋 希望他重新振作起来 他想再听一次吉野弹琴 在他的感染下 吉野终于找回了信心 他表示自己还想继续弹琴 并且感谢玉泰为他做的努力 可是很快第二遍也弹奏结束了 而玉泰的经历没办法去弹奏第三次 吉野还是掉了下去 筋疲力尽的玉泰趴在钢琴上 这时吉野竟然从门外走了进来 吉野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玉泰刚才在弹琴前将琴谱倒了过来 没想到真的奏效 将时光逆转 后趴的同时也感到十分庆幸 吉野十分感激 决定为他弹奏这首曲子 就在他摁下第一个琴键的同时 玉泰转过头看向窗外 他脸上的表情十分惊恐和震惊 原来宫腾竟然也跳楼了 这次轮到吉野去拯救宫腾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身上的枷锁 而感到痛苦 回过头来才发现 自己拥有的东西多么可贵 玉泰王冠必成其中 或许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 请勿体